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端午节要不要变盘呢 不要了不要了 你们不要忘掉 今天大盘收盘 创了六个月的新高 创我们台股六个月的新高 那么昨天 我也感谢有些粉丝 在我的这个Facebook里面有留言 他说 这个我也感谢这位粉丝 因为我也不知道信什么 但是他讲说 他会看王同的节目 都是因为他爸爸叫他 从我的节目里面来学习如何操作股票 那他在里面也帮我讲了一段话 他说 有时候常常听王老师解盘 说王老师是精品店 对的 那精品店跟路边摊的确不一样 最起码有一点你就可以知道了 精品店里面的任何商品 你去购买的时候 他的服务一定会好 他的品质有保证 这不就够了吗 那你如果在路边摊买呢 那就不一定了 那你搞不好是上当受骗的 就是上了海盗船 你都不知道 所以这就有差异嘛 那在这边王同也感谢这位粉丝对我的鼓励 谢谢您 那么今天呢 我要帮各位来讲盘 你要仔细的听的啊 再给你看一张资卡 这张资卡我之前都给看过了 我说是不定时的会拿出来给你用一下 2019年9月19号 看到没有 路遥知马利日久见功利 哇 经过了这么一段长时间 我看了你们是天天验证到王同的功利 对不对 我今天也很高兴的 我必须要再讲一件我们会员的事情 我常常有告诉你说 我有一位很漂亮的一个小学妹 她今天跟我联络啊 我在赖里面就跟她讲 她说我特别会啊 我都跟她讲 你是天天领红包啊 她笑得好开心啊 真的 真的是她天天领红包啊 因为她是特别会员 资金也很大 然后呢 有时候个股的操作 我是个别带她 那我今天讲的话 都是可以验证的 都是实际地告诉各位的 那我们现在开始看啊 现在告诉你 这是千点行情刚启动 千点行情刚启动 你在杀股票 你脑袋有洞 你真的叫有洞啊 我不知道再用什么话来讲了 王瞳在11500那天告诉你 千点行情启动 就是礼拜一 今天礼拜四 这样够不够啊 够了嘛 对不对 那千点行情启动 你会讲到底要买什么股票 好 今天我告诉你 我做了一份资料 做好了 千点行情的12千金 你也可以说12金差了 也就是说12档个股给你 这12档个股给你 你不能讲 以前都在这个位置 现在呢 上去以后 他下来下来这个位置 在这里整理了 我都能找这种类型的个股给你 而我不是告诉你 要涨翻天的 在这个位置 还得追哦 难道你们教训还受的不够吗 精品店 我不强调涨停板 我从来不强调涨停板 但是精品店就是涨不停 有没有差异 有啊 偶尔也会涨停啊 怎么不会呢 那你买的地摊货 那就不一样了 今天涨停 明天跌停 后天跌停 你后大后天再涨停 你的心脏都会受不了 这有差异的嘛 所以王同常讲 你看一个老师 会不会操作股票 就看这个老师 会不会解这个盘 不敢解大盘的人 根本都叫low car 我已经讲烂了 帮你服务一下 好 来我们今天来看一个重要讯息 你看啊 今天的今天的 7月2号 7月2号 疫情时的FED大规模降息 哎呦 你现在看到这个消息了 对不对 川普对鲍尔越来越满意 哎呀 我昨天看到一些财经台啊 还做些评论的 哎呀 川普人家根本没有办法了 哎 全部人讨厌川普 我真的要胡说八道的财经台 财经台我也真正的给你们个建议啊 不要一天到晚看到网络的消息 然后拿出来讲解 那是叫大错特错 因为你们完全不懂得如何分析 根本不懂背后是什么原因 那你看一下 这个武汉肺炎疫情重创美国经济 美国总统川普 以往经常公开批评 美国联准会主席鲍尔 就是鲍威尔了啊 表现 不过自联准会开始降息后 川普改变态度 赞扬 鲍尔这半年的表现 看到没有 那我们就问你一件事情吧 川普要联准会降息 是在两年以前都做的事情 两年多以前就是要这样做的 那我请问你 他做到了没有 这就是他的做事最后的目的 他达到了没有 达到了嘛 你不要管他中间用什么方法 就好像最简单的道理 你今天从这个位置要到台北车站去搭车 我们有很多条路可以到台北车站 那你非要走立法院抗争的路线吗 不用嘛 旁边那道也可以过去嘛 这就是最简单逻辑分析思考问题 今天我告诉你啊 还是川普说了算 你们要搞清楚啊 最后呢 王同告诉你 川普总统说了算 随时流转形势 看到没有 看到了啊 不相信 今天我讲完以后 你看好了 明后两天 电视台又开始讲了 哎呀 川普不会啊 大家都的文化很不错啊 昨天以前 川普民调落后了 川普要 想说退选了 胡说八道 人家那边放个新闻过来 你连里面的内容是什么都不敢去研判 照的照本宣科当个传声筒 我们的媒体啊 应该稍微加强一下 稍微加强一下自己的程度 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当名嘴 胡说八道 你不懂还敢乱讲 来 看下去 帮你解采了 6月12号 礼拜五 夏天105点 最低11244 我现在就问各位 11244 你看到了没有 最近 你看到了没有 今天不过的7月2号 那当天告诉你 天送大礼 遍地黄金 请问一下 是不是遍地黄金 哎呦 我就光拿这一篇给你看了 就叫做经典 经典啊 是不是 你们大家那边 杀杀 王同告诉你 买呀买呀 赶快捡咯 再看 6月29号 礼拜一 大盘下跌118点 当天就是11500 就是这个礼拜一 我还告诉你 今天这个盘 礼拜一这个盘 叫乌龙利空 人家利用利空来进货 你们现在相信了吧 当天我帮你解盘 我这写两个字 好盘 来 给你看一遍 好盘 这两个字总认识吧 这种情况之下 跌到118点的情况之下 有人会告诉你 是好盘 大概全台湾就王同一个人 再看 6月30号 礼拜二 涨了79点 我告诉你 盘还在右空 迈向11800 11800不是说 这天我讲的 我在两个礼拜前就讲了 前面的资料都可以证明 那只是说 我今天再写一遍给你看 那我就问各位 今天11800达到了没有 有 好再看 昨天涨了82点 7月1号礼拜三 轮动轮掌健康盘 轮动轮掌健康盘 看到没有啊 看到了 好再看 7月1号礼拜三 还是金金涨 请问今天涨了没有 哇 涨了 涨了101点 哦呦 礼拜一 我们这个盘 来看看啊 打给你看好了 在这里 今天礼拜四嘛 礼拜一 当天 下跌了118点 看到没有 然后呢 礼拜二 礼拜三 礼拜四 三天都涨到来 礼拜一下跌 118点 就有很多一些人 你看我技术分析 多厉害 好厉害 这个盘还会跌 端午要变盘 哎呦就礼拜一跌个118点 就讲的天花乱坠 礼拜二以后呢 当场傻眼 然后礼拜三开始翻多 礼拜四开始翻多 这种人很多 市场上比比皆是 我希望各位投资人 你们要看清楚 再看今天 看今天王同的盘讯啊 9点15分 9点15分 7月2号 大盘以下来9点开出 今天盘是开小低后 会先在平盘上下震荡 会小翻黑 消化近期强短卖压 低点不多 然后再慢慢拉伸收红 还是金金涨格局 主流在电子 峰回要承接 讲的够不够清楚明白 来我们现在开始 清一下这个画面 来你看看 是不是低点是下跌了12点 有想翻黑一下嘛 想翻黑一下以后 就开始一路上去 一路上去 结果尾盘还蹦一下 把你收到最高点 王同常讲嘛 有本事就像王同 写出这样的盘讯给你看嘛 对不对 你没有办法写出这样的盘讯 那你还结什么盘呢 结个屁盘 等到收完盘以后都看懂了 我问你明天呢 不知道 等一下我会告诉你明天 但是明天我会在索码里面讲 今天呢我在解盘的过程当中 我再给你看一下 因为今天王同发的讯息比较多 你很少看到王同一天发三通盘讯给你 来你看一下第二通盘讯 7月2号 11点22分 因为今天大家都要在问我国具 所以我今天干脆通通帮你解一下 今天被动族群出现窒息量 这是大涨的前兆 千万不要杀低 所有被动都会涨 我们就光讲一个2327给你看看 你看看2327 我给你看看好了 看清楚没有 量是不是说到这样子 量是不是说到这样子 有没有窒息量 对了吗 窒息量你在杀股票 你老袋真的叫做 我不知道用什么话形容了 我来给你看2492 华星科 你看看是不是窒息量 你看看这个量里面它最低 它最低 它最少 看到没有 被动人员都是出现了窒息量 那后面会如何 你自己看得办 我都写给你看 要不要买 你自己决定 因为你们听就听王同解盘 王同告诉你就是未来的走势 好 再看下一通 下一通给你看一下 你就知道 王同绝对不是空口说白话 来 各位会员 恭贺本能一下 11800.1大震 但是呢 行情未结束 现在会加大震荡空间 还会涨 这是说 我发给我的会员 也跟告诉他们 王同答应你的话 哎呀 统统做到了 11800大震了嘛 对不对啊 我做到了嘛 当然呢 我像我的朋友也会跟我讲啊 老师 哎 或者说他们叫我 王大师 你的 如果说你在玩期货 你赚翻了 我这个不好意思说了 好吧 我的会员朋友们都知道了 我也懒得讲这些事情啊 好了 再看 今天盘怎么 7月2号礼拜四 涨了101点 售盘11805 11805 创了六个月的新高 又是强 游戈空 这个盘又是强 游戈空盘啊 都是轮涨轮动 很健康啊 你在那边傍康 你在那边杀股票 不涨 我先杀 神经病呢 我真的这样 不知道用什么话形容了 再看今天 7月2号礼拜四 创半年新高 11800 打赞 好了 打赞了 所以你看到这样的情形以后 你就知道一些事情 精品店与路边摊有没有差异啊 当然有嘛 王瞳也讲得很清楚的 我们这个是金融市场 金融市场永远是一步一脚印 而不是每天靠吹嘘靠嘴巴发大财 那是没有用的 你看看王瞳怎么样让你发财 来看清楚啊 7月1号 7月1号 昨天昨天11点04分 恭贺各位8086红杰克 昨天除息1.7元就立刻填息 6月30号除息 目前股价在创波段新高 习已赚本股也赚 持股可续报不及出脱 我今天公开讲好了 我们的红杰克都买在88块以下了 有人买在85都有了 我们就买的很低了 就买的价位了 原来高点的可能买在91块了 好了就这样子 那你今天看王瞳发的讯息 早上8点40分 8点40分呢 还没有开盘前就您叫你预挂好了 手中有8086红杰克多单者 请占100元 出一半100元出一半 100元出一半 留一半 8086看到没有 来给你看看 今天最高度的105.5 所以100元有没有成交 当然也有嘛 收盘呢 还有99.1 好 好 再开始看下去 来 你看看我们下一通讯息 恭贺各位 来 看清楚 恭贺各位 8086红杰克 100元已顺利出托一半 获利入贷 该党习已赚 本股也赚 剩下一半要赚更多 这是大红包入贷 也许你会想我们今天红包就发一半 对 对 不过我告诉你 我们红杰克是重压下去的 所以我说今天大红包嘛 再小的散户 他都会买个五张 没有人买一张的 也没有人买两张的 再小散户都会买五张 来 告诉你了 那特别会员呢 都是40张50张60张 再算的 好了 看到啊 好 再看下一通 刚刚我没有跟你讲完啊 所以说今天我们严格讲红杰克 应该是说 我发了一个 一半的红包给你 我发一半红包 但是这一半的红包却很大 非常大 你想嘛 就算你手上有40张 出了20张 每一张的成本是90块以下 本股就赚10块 还有其赚1.7元 对不对 好 再看下一通 11.01分 昨天有卖的台阵都没有关系了 都当作获利了结了 那现在可以知道吧 哎呀 赶快赶快 跟上王童脚步 找拿资料 找进场 那什么资料呢 就告诉你啊 来再给你看一遍 这个资料就是 你一定要拿到 这一次千点行情 你不要再错过了 你再错过的话就没办法了 所以千点行情 所以千点行情的12千金 好了 我今天帮你讲到很多了 最后告诉你好了 明天的盘还是涨嘛 好不好 涨幅少一点嘛 这样够了吧 我知道你们心里人很担心 会涨多一点给你听好了 好了 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见 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